大家好,我是刚哥,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冲天来了,大家都会放空 教大家四个方法摆脱冲天的疲劳,冲空,修法,下打洞 冲击到了,很多的人都会发生冲空的现象 今天教大家三个方法摆脱 大家想关注和收藏一下,下面给大家讲一点 第一点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要养成良好的做些习惯,不能够熬夜 要早睡早起,中午要有二十分钟的午休时间 可以有效的来防解下午发生脾降的情况 给大脑定一个生物中,有效的能够防解冲天的控制 第二点就是要多运动,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上步,慢跑,游泳等等 都可以让我们人体的细跑和组织更好的形成代谢 保持大脑的清醒,也能够消除冲天的疲劳 第三点就是饮食调整 苏干健脑可以吃一些补皮苏干的食物和去除湿热的食物 桑药、蛆花、枸杞、大枣能够健脾消食、消除疲劳 会有很好的帮助 第四点就是学会血味按摩 适当的脱步穴位按摩,有很好的醒脑作用 每天早晚各按摩,按摩一次 每次三到五分钟 太阳雪、空池、内广、珠桑林 都有很好的疏精活血 能够让人的精力旺盛、思维缅积 最后给大家讲一点 如果说冲天感到疲劳很严重 时间又比较长 就应该要想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应该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今天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